各位正在观看本期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Sky音乐教育的老师 我叫佩佩 那么今天想要为大家分享的是 顿特作品35号第10首小地形练习曲的练习要点 同时在视频的最后还有我为大家录制的演奏视频 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那么言归正传我们立刻一起学起来吧 这首练习曲呢 算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顿特第9首的进阶版 都是和弦的练习 但是这首练习曲中和弦更加密集 同时它分成了两个音两个音这样的分解和弦 那么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我们同样可以用标志法找音准 固定手形一把抓这样的方式去练习音准 那么有一些和弦呢 比如说我们看这一小节 里面四个和弦里面有三个音是不动的 只有一个音不停的在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高手指的独立性 我们可以将左手手掌固定在三把位 四指和二指不动只靠一指独立向后伸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首曲子呢 我建议大家用分工的方式去演奏 练的时候呢找好两个平面 三次弦一个平面 一二弦一个平面 练的过程中呢要让大臂放松 大臂和小臂的动作幅度要减小 力量呢从背部的脊柱一直传递到手腕和手指上来 那么今天视频中练习曲要点分享的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有在练习这首曲子的话呢 请大家一定要给自己足够的耐心和恒心 我自己在录后面视频的时候呢也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那么如果有任何疑问呢或者想要分享自己练习心得的朋友们 请在评论下方告诉我们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Sky音乐分享 添加课程顾问获取顿特作品35号第十首小提琴练习曲的乐谱 并可以填一节与我的一对一网课 记得点赞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da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词茜茜茜茜茜 consist